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綁著高聳包包頭 穿著花洋裝 俄羅斯雙胞胎姐面花 達莎和瑪莎 一同上伸展台走秀 默契十足 以示人標準 他們已經算很瘦 但被送進模特兒學校之後 竟然還被要求減肥 這裡有一點脫掉 1、2kg 我們脫掉了 然後全部都很好 但是我們想要 讓我們更多 英國勁報報道 瑪莎和達莎被規定 平日只能吃真煮食物 幾乎不能吃肉 下午5點後就禁食 兩人受到骨盆凹陷 照片曝光被外界形容 宛如喪失 瑪莎上節目聊體重 只有36.8公斤 達莎不想像我一樣的脫掉 我以為我們會變得更困難 你告訴我 我甚至知道 你的頭也不可能會很困難 只是腿瘋 達莎受到脖子抬不起來 兩個膝蓋還長了 褥瘡鐵上紗布 兩人長期營養不良 演變成厭食症 受到小命都快不飽 送醫治療整整昏迷三天 還被醫院診斷太難救 決定放棄治療令請高明 幸好一名也曾罹患 厭食症的二國民謀科諾協助 才有醫院願意收留 有了這次減肥冰死經驗 或許也警惕這對姐妹 別為了愛美犧牲健康 三地新聞 林芳穎報導